每日灵修清静主活在基督里 主后2020年4月7日 主耶稣啊 我要用心灵与诚实敬拜你 我要存谦卑顺服的心 渴慕的心与你相交 感谢主赐给我生命气息 感谢主每天扶持我 引导我走一路 我赞美你是慈爱的主 信实的主 圣洁公义的主 大而可畏的主 我要敬畏你 听从你 遵你的名为圣 我把我的重担忧虑谢给主 求主断开一切仇敌 及环境的压制 求主除掉我里面肉体 老我 情欲的压制 赦免我被盗的罪 求主耶稣 用今天圣洁公书 光照我 赐给我基督内住的生命 赐给我永生的生命 我要存爱主的心 来跟随主 靠耶稣的名 阿们 诗篇 第22篇 27 到31节 地的四集都要想念耶和华 并且归顺他 列国的万主 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因为 国权是耶和华的 他是管理万国的 地上一切丰肥的人 必吃喝而敬拜 凡下到尘土中 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 都要在他面前下拜 他必有后裔侍奉他 主所行的事 必传于后代 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 传给将要生的民 严明这事 是他所行的 主耶稣 我想念你 我的心要归顺你 你是永生的主 我要在你面前下拜 我要传扬你公义的作为 靠耶稣的名 阿们 救主耶稣 在释迦舍里 流出宝血 将我追悉君 若不留心 罪再还如期 荣耀归主义 尊言 第十一章 第十四节 无智谋 明就败落 谋事多 人便安居 无智谋 明就败落 谋事多 人便安居 主啊 遵行圣经的真理 就是我的智谋 求你帮助我 在至圣的真道上 造就自己 帮助我 常常与肢体 在教会里 同心祷告 靠耶稣的名 阿们 荣耀归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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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主保鞋 将我追悉君 荣耀归主义 约翰福音 第九章 二十四到三十四节 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 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 对他说 你该将荣耀归给神 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 他说 他是个罪人不是 我不知道 有一件事我知道 从前我是眼瞎的 如今能看见了 他们就问他说 他向你做什么 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 他回答说 我方才告诉你们 你们不听 为什么又要听呢 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 他们就骂他说 你是他的门徒 我们是摩西的门徒 神对摩西说话 是我们知道的 只是这个人 我们不知道 他从哪里来 那人回答说 他开了我的眼睛 你们竟不知道 他从哪里来 这真是奇怪 我们知道 神不听罪人 唯有敬奉神 遵行他旨意的 神才听他 从创世以来 未曾听见 有人把生来是 瞎子的眼睛开了 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 什么也不能做 他们回答说 你虽然身在罪孽中 还要教训我们吗 于是把他赶出去了 主耶稣 我要遵行神的旨意 将荣耀归给神 求你开我的眼睛 使我能认识主耶稣 靠耶稣的名 阿们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使家在前头 使劫在背后 使家在前头 使劫在背后 使家在前头 使劫在背后 永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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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不回头